日四夜盘 大秘密和小天主演的新戏扶摇 昨天终于放出预告片了 一直靠官方出照舔平的剧粉呢 这次看见灰动的扶摇皇后 是不是超激动呢 预告片里的大秘密造型摆变 无论是柔美舞眉的女儿装扮 还是英姿萨爽的容装 都让人看得心肝乱畅啊 小天的霸道帝王造型也是公道不行了 两人看起来是一路火花带闪天啊 小八哥已经脑补出 无数场两人相爱相杀的场景了 小的时候我就明白一个道理 我不能疼 因为没有资格 也没有退路 如果让我放弃我的精神狗活 我宁愿死 扶摇之上 九万年 这么带赶的新CP快出炉了 你们愣着干什么呢 还不快把电话打起来 昨晚的电视剧品质盛演 又摇身一变成了一次眼狗舔平盛会 大秘密和江苏颖一身长裙 掀起飘飘 靠姐和娘娘走起了美艳一姐风 而元气少女关小彤的白纱长裙 搭黑色秋衣秋布的新造型 却让网友吐槽混搭的有些诡辟 哎哎哎 这是谁家灯罩成精了不成 面对网友的辛辣点评 秘密小彤妹子也大方地毁应了吐槽 大家觉得我以前造型都挺一般的 然后就想换一个尝试一下 然后就换了个被子 可能觉得还是挺一般的 以后我再做换几个 虽然造型师的鸡腿被扣了 但小八哥还是要为陆嫂这股谦虚和自信点赞 而正值艺考鸡 作为师姐的关小彤 也给了最近参加艺考四试的小伙伴们 温馨的见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看 我就觉得幸亏我那年没有四试 不然我得吓死 当初我考的时候就一定要自信 然后要 就是要知道 就是不是在台上的那一瞬间 你做好了就行了 是无时无刻 你都要用最好的状态 然后去看老师 见老师去表演 去表演自己 有了来自学霸化的重演 相信参加艺考的小伙伴们 就心中不慌 眼上不乱了